55岁的她第一次搬出家独居 因为担心哪天会突然死去 女人叫一志平 年轻时曾是广告公司的美女主编 鄙视的她是人人羡慕的这场女神 可唯独她清楚自己一直有个遗憾 原来并非独身主义的她 此生却不曾婚配 没有子女 沉默之年 强烈的孤独感让她时常在午夜流泪 幸好闺蜜杏子总会及时出现 化解心结 同为单身 杏子洒涂通透 她间隙 如果等不到心目中的完美男性 谁也别想让自己就范 毕竟人生短暂 与杏子接下来所作相比 她完全有资格这样讲 多年前的旅途中 杏子和闺蜜迸发出同样的感想 无心之谈 杏子决心实现 说干就干 回去后 她联系到六位单身闺蜜 虽说人生缺席了婚姻和育儿 始终遗憾 但精力都用在事业上 也让他们攒下了一大笔钱 姐妹几个一口气 买下失去的独栋公寓 让彼此能互相陪伴 欢度晚年 闺蜜团的年纪 从71到83 他们的身份却都不简单 有的曾是电视台名嘴 50年代就买了跑车 有的曾是大型企业女总裁 年轻时的川明 是著名记者 也是姐妹中 少数经历过婚姻的人 婚姻破裂后 她将毕生温柔都给了女儿 却被女儿伤得最惨 无孔不入的爱让女儿窒息 为拜托母亲 她一毕业便跑去了国外 孤独的川明被闺蜜邀请到公寓 意外随之而来 突如其来的头痛 让川明险些休克 危急时刻她拨通电话 一分钟不到 闺蜜已经手拿钥匙出现在房中 危急时刻是闺蜜救了一命 原在他国的孩子全然不知情 可见闺蜜的重要性 他们彼此见都有房门钥匙 在极为注重隐私的日本 看得出闺蜜间的感情 他们每天生活 就是聚在一起读书聊天 有朋友倾听 彼此又性格合拍 晚间孤独被一扫而空 对于未来 大家都抱有期待 唯独世川持反对意见 曾经事业有成的他 随着年纪增长 身体技能退化 世川接受不了自己的脆弱 就连心态也变得极差 姐妹们轮番开岛 终于让世川充实勇气 积极锻炼 为避免共同生活产生闲心矛盾 从入住公寓前 闺蜜七人就签订协议 里面早就约法三章 分析一定会出现 但要大方摆上台面 不让问题过夜 人生路过半 他们对人性始终保持清醒 各自独立又相互扶持 这就是由日本NHK电视台语 2018年上映的纪录片 七位同居的单身女人 被国内观众打出了8.2的高分 在老年化言中的日本 有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 其中不少甚至终身未婚 在过去 传统农业社会 受限于生产力 夫妻结合相当于 一加一大于二 但随着如今社会发展 个体生存难度降低 物质水平提升 当婚姻带来的情绪价值 不足以抵消 情感破碎带来的风险 越来越多人选择 截然一身 如何解决单身老人的养老问题 七位姐姐用行动递交了答卷 没有育儿成本 他们比同龄人要略显年轻 终身在职场打拼 手里有大把存款 作为代价 要忍受万年的强烈孤独感 有人觉得他们晚景凄凉 毕生打拼一场空 有人认为 他们独立并且勇敢 欢迎人认为 只要无愧于己 无损他人 每人的选择都应当被尊重 望着天边的炫烂烟花 闺蜜们露出了幸福的笑脸 他们真是这份友情 也没有荒废一声 看着公寓里的灯火 他们无比心安 晚年和性格相投的伙伴 相互扶持 生活成本平摊 你能接受这样的养老模式吗 也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我是关语员 畅谈纪录片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